危险的画面但您看到有一名女子在清晨行驶到高速公路的时候 因为车辆引擎故障 她居然直接就停在车道上头 也没有放故障标志 人还直接站在车后方 让不少用路人看了吓了好大一跳 天色昏暗又下着雨要开很近 很仔细才看得到路上竟然有个女驾驶站在车后方 让不少人觉得太危险 因为这可是平均时速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 原警站11警车封闭内侧两个车道 外侧车道仍然有不少大型车辆高速通过 等不到拖掉车来 原警就赶紧徒手将小客车推到路间 找空档就把车子快速把它推到外侧路间 正常的程序是发现车子不能动的时候 还有车速就要把车子慢慢移到外侧路间 警方表示建民从大陆嫁来中性女子 疑似因为车辆故障 竟然就这样停在路边 不做任何的警告标志 要不是远警赶紧排除 可能会酿成不小的意外 记者廖文斌 吴连安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吴连安云林报导 编号与鈴 吴连安云林报导 并非美国人公司